而这问题出在哪是因为车头是红色吗 台铁普悠马又发生了撞牛意外 这是在昨天下午一列花莲开往台北的列车呢 不晓得什么原因在经过和平和和人站之间的时候 撞上了在铁道间闲逛的黄牛牛只当场死亡 普悠马列车的鼻头受损 这列车耽误了有26分钟之久 其实在上个月初也发生了撞死跨越铁轨的四只黄牛 所以有网友说 该不会因为这普悠马号的车头是红色的 牛只容易被吸引 所以才会发生这撞死牛的意外事件